好来我们现在要用那个学校的课本来教form 2 chapter 2 然后form 2 chapter 2呢是Factorization and Algebra Fraction 然后事实上呢它和这一课分成三大部分 然后第一个部分是Expansion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Factorization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Algebra Expansion 然后它这边做它的加减乘除 我们展开展开Expansion是展开 OK然后Factorization是因式分解 这个是展开OK 然后下面的这个呢是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然后展开跟因式分解的关系呢 它是互相的 就是说我Expans之后的东西 我可以再Factorize回来 就好像我的那个加了之后可以减乘的时候除 然后Square之后 Square root cube之后Q root 然后我们Expans之后 我们Factorize回 所以你要先掌握Expansion 你懂Expansion Expans出来的东西会是怎样 然后过后你在Factorization的时候 Factorize回就会比较清楚 OK好 然后你这两个基础弄好了 然后你再去那个2.3的加减乘除就不会有问题了 OK特别是它有分式 OK那个分式分式的四者运算 就是说我们的分式的四者运算 OK就是加减乘除啊 分式的加减乘除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 呃 Algebra这一些介绍的东西 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啦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那个 呃 它课本里面的活动 OK 然后我们的area 我这一边我有这一个 蓝色的area跟青色的area的时候 我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6乘6 长乘宽嘛 36 这个是2乘6 然后它就会变成12 所以它的这一个加这一个 我用36加12 它会变成48 就36加12等于48 然后这两个合上来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会变成6加2 这个是6 它们可以合的 因为它的这个高度跟这个高度是一样 它可以合上来 所以6加2是多少 8 所以我的area呢 是呃 长乘宽 8乘6 48 6 8 48 所以48 你看两个分开来加 跟合起来的是一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它是x乘x 所以这个的area是什么呢 这个的area是x乘x 也就是x2 这个area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的area是x乘3 也就是3xx 没有 它应该是3乘x 如果我要的是长身款的话 3乘x3x 所以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那个area呢 会是等于x2加3x ok 这个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 我在这一边 我直接拿它的那个长度 这个的长度 好 这个的长度的话呢 这个是x加3 这个是x so我的area呢 会是等于长乘宽 x加3乘x 然后我这个这样乘乘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x2加3x 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做的expansion呢 是找它的area 等下 接下来2.1我们做的那个expansion 是找它的area ok 这个它是algebra tau ok 我们在expansion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用algebra tau来 讲解它的概念 ok 好 刚刚的那个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2.1.1 expansion of algebra expression ok 它是product of multiplication of one or two expression 就是说它乘上来 乘 ok 乘上来的 的那个 呃 产品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algebra expression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有 那个号码 有xy啊 这样 像2a加5 这一种就是algebra expression so 我们有expansion ontoalgebra expansion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 它是5x 这边是3 它切掉这一个 ok 如果我在整个的情况之下 ok 它的那个area呢 是5x 乘3 然后它会变成15x 然后它切掉的就是这一个地方 它切掉的是这个 所以它现在切掉这一边 这一边呢 它的这一个是3 这个是3 so它的area是3乘3 也就是9 这样它剩下的area的话呢 就是什么东西呢 它剩下的area就是 那一个15x 5x -9 好 事实上呢 我们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怎样 就是说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这个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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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度呢 它其实是 我把 5x -3 这个是3 这一边是5x 所以这个是5x-3 所以我的area呢 其实是那个5x-3乘3 然后我这个这样乘进去乘进去 然后它就会变成3515 15x-9 ok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a c df 是15x ok 然后b cd e是9 所以它变成15x-9 然后 这一个是ef ef就是5x-3 af是3 所以它变成15x-9 就是这样 ok 他的答案是一样的 ok 他答案是一样的 然后 接着我们就做example1 这一边 这一个example1 好 在example1这一边呢 他要我们expand the following 就他要我们展开咯 所以这个这样乘 乘638 6424w 6乘38 6424 这一个这样乘 3r square 减326 6rs 这个乘 negative5ab 减15b 呃 有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 你要减5乘 减5b乘a的话 它会变成减5ab 减5乘3 减15 3515 减15b ok 我们这一边这样乘乘乘乘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 呃 什么东西啊 我的这个 减2y和3 乘9y的时候 我会33339 然后它会变成减6y square ok 然后我的这个 呃 接着 所以这个是 减6y square ok 好 接着我的这个减2y per3 我乘减3z的时候 这个月月 减减变成加 加2yz 加2yz 然后我的减2y per3 乘6x的时候 我这一边 133 236 然后它就变成减4xy 减4xy 这样 ok 所以 课本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啦 然后课本它有这样 这样 然后它就是这样乘乘 然后它这样乘乘乘的时候 这个 要小心的是这个 最后这边是减 很多学生他会忘记的 然后它有减 这样乘进去的时候 乘乘乘乘 乘进去的时候 啊它会变成这样 ok 好 然后 我们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 呃 它让我们找它area 这个是a 这个是b 所以我的a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a乘以a ok 所以我的area of a呢 会是等于a乘以a 然后它会变成呢 a square 然后 我的这一个b的这个部分 ok b的这个部分 它这个是a 这个是b 我的area of b呢 是A乘以a 是a乘以a b 然后 接着我的这个c 是在这边 ok c是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a 然后所以它的area of c呢 是a乘b ok也是ab 然后d的这个部分 这一边d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一个是b 然后这边也是b ok 这样 所以我的area of d呢 是b乘b 然后它变成b² 所以我整个area for rstu呢 它就是a²加ab再加ab再加b² 所以它变成a²加2ab再加b² 好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第一种方法 ok 然后接着它有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你看我这整个核上来 是这一个a加b 这整个核上来是a加b 然后这整个核上来是a加b 所以它是a乘a加b a乘a加b 然后它是b乘a加b b乘a加b 我再把这一个这样沉进来 沉进来的时候 它变成a²加ab ba其实也是ab 然后再加b² 所以a²加2个ab再加b² ok 然后可是呢 我自己本身反而会更喜欢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怎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ok 它是这样的 然后我的这一个的长度呢 其实是那个a加b 然后这个的长高度呢 ok 它也是a加b 这个是a加b 好 所以它的area呢 其实是a加b乘a加b 我甚至是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a加b的square 然后我这一边 这个这样沉进来 沉进来 沉进来 它就会变成a²加ab 加ba 其实也是ab 再加b² 所以它变成a²加2个ab 再加b² so 这一边我有a²加2ab 再加b² ok 跟我们刚刚这一些找到的a²加2ab 加b² 还有这个a²加2ab 2ab加b²是一样的答案来的 好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两个挂弧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做 然后 first bracket must be multiplied with every term in the second bracket 所以是这样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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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² 然后 a¥1a 然后2乘a 2a 2乘1 2a加2a变成3a 所以a square加3a加a 然后我的a减b的square ok 他是a加b乘a加b变成a加b square a减b乘a减b等于a减b square 然后我的a加b乘a减b呢 他会变成a square减b square 这一刻呢 其实他有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这一个 ok 然后我们有第二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是什么呢 第二个公式呢 就是我的那一个什么 a减b乘a减b a减b乘a减b的时候 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然后他就变成了a square 减ab再减ba 再加b square a乘a a square a乘减b减ab 然后减b乘a减ab 减b乘减b加b square 所以他就变成a square a减2ab加b square ok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这一个 刚刚的这个是a加b square 等于a square加2ab再加b square 然后我现在呢 我有这一个什么 a减b的square 这个其实是a减b的square a减b的square 它就会变成了a square 减2ab加b square 我们直接看他的结局 开头跟结局 这样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有口诀 那口诀是什么 它口诀是前平方 然后后平方前后两倍 然后再中央再中央 这样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中央 ok 就是前面square它后面square它 然后2乘以中间两个 然后放中间 所以你看在这边 a的square b的square 然后2乘ab就2ab在中间 a的square减b的square b的square 2乘a乘b减2ab在中间 所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中央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是我有a加b乘a减b 这个是这样乘乘乘乘 ok 我们这样乘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asquare-ab 加ab再减bsquare 然后它变成asquare-bsquare 因为我的这个加ab-ab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它平方差公式 这个是平方差公式 OK 平方差公式呢 是这一刻里面最重要的 OK 这一刻里面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平方差公式 然后可是平方差公式 最重要的不是因为我的 乘出来 而是我后面的factorization的时候 我看到有asquare-bsquare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马上想到a加b和a-b 这个是在2.2的部分的 那个factorization factorize factorization的时候 会用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好 暂时是先让你们知道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呢 那这两个a加bsquare等于asquare加2ab加bsquare 他们有名字 ok我们国种不用认那个名字啊 可是读种 他们是有认名字的啊 然后你懂名字的话呢 这样呃 我有时跟你讲解一些题目的时候 你会比较容易明白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来看这个example2 ok example2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做这种题目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像我的这个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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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乘y ysquare 然后 减3y加y减3 所以它变成ysquare减2y减3 然后这个也是乘乘乘乘 然后428加4r加6r加2rsquare 所以它变成8加10r加2rsquare 然后乘乘乘乘 3rsquare-6rs加4rs-8sqare 所以它变成3rsquare-2rs-8sqare 然后这个 这一个 呃 高手可以知道9psquare加12p 然后再加10 前面的square339psquare 后面的square224 4在这边 然后2乘3 6乘2 12p 或者是2乘24 4乘3 12p在后面 然后 我们其实可以做这样 3p加2的square 就是3p加2加乘3p加2 我们这边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3p乘3p它变成9psquare 加6p再加6p 然后再加424 ok6p加6p12p 那这个就是它答案了 然后这一种题目呢 它呃 我我正常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的 但是 课本呢 它就有在想Y挂弧Y-3 加E挂弧XY-3 这样就多一个步骤出来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多一个步骤啦 然后 甚至是它在这一边呢 它还有两种alternative method 这两种alternative method呢 嗯 我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啦 来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你看啊 我的这一个4加3r 我的4加3r 2加r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这边就交叉成 4乘R4r 2366r 4加610r 4乘28 3r乘R3r2 所以它会变成8加10r加 诶 这个 这个是3r来的哦 3r2 这样我刚刚这边做错了 这个应该是3r2 然后3r2 8加10r加3r2 这样 ok 好 所以它428 4r 4r 6r 3r2 ok 这样 这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其实很少做啊 但是 有一些老师在做factorization 就是说 他从这一边 回这一边的时候 他做这一个factorization的时候 变回的时候 他这一个呢 他们这一个方法叫做交叉相成法 交叉相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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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是用交叉相成法 然后可是交叉相成法 这个东西我自己本身是不用了啦 ok 然后 然后 嗯 so 甚至是他的这一个 4加 那个4加3r 4加3r 然后 2加 他要乘的话 r乘3r 3r 3r square r乘4 4r 2乘3 6r 2乘2 4加 所以他这一边就3r square 10r 然后 还有 8 好好玩啊 ok 好来 在这一边 我们的那个 pascale triangle 我的a加b pascale triangle 我们之前在form2 chapter1的时候 他我们有学到这样的东西吗 然后所以他这个a加b power0的时候他是1 a加b power1的时候他是1a加1b a加b power2的时候 1a square加2ab加b square 然后a加b power3的时候呢 你就1a power3 a power2 a power1 没有a b power3 b power2 b 没有b 然后 power4的时候他这一个呢 他就是 那个 1 4 6 4 1 然后他是a power4 a power3 a power2 a power1 没有a 然后b power4 b power3 b power2 b power2 b power2 a C 让您找下两个 14 6 1 ok 我这一边 我这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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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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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四六四一一五十十五一一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一 所以我的这一个 a加b power5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 一五十十五一 ok 那个位置好像有点不够这样 ok 下一个也是这样 一五十十 然后五一 所以这个是a power5 a power4 a power3 a power2 b power5 b power4 b power3 b power2 b 然后我的a加b power6的时候 它是1 6 15 20 1615 20 15 6 1 a power6 a power5 a power4 a power3 a power2 a power1 b power6 b power5 b power4 b power3 b power2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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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multiplication 然后这个是addition subtraction 这样的东西 在做bob mask 啦 ok 好 来我们在这一边 它是这一种类型的题目是属于 呃 spm 长处的题型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哦 哎老师这个是form2的那个课来的哦 你竟然跟我讲 他在spm 长处 ok 对 他就是在spm 长处 ok 就是说 这一个的基础非常重要 他除了在后面的chapter会用到之外 他在spm 都还会在考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先做挂呼 这个层层层层 所以他变成432 12w square -3w -8w 然后加2-10w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那个12w square -3-8-10-21 然后接着的这一题 r-st的square呢 这个讲真的啦 你如果没有去记我以前 我刚刚讲的那个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就是r square-6rt加4rt的话 他的步骤就会很麻烦 所以他变成r square-2rt加9t square 然后我的这个是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我的这个 r-3t的square 它其实是r-3t 它其实是r-3t r-3t r-3rt加9t square 所以他变成r square-6rt加9t square 这样r-3t 然后c的这个呢 是这样的 x加y乘x-y呢 它其实 其实厉害的人 他知道是x square-y square的 ok 然后假设我不知道 我会这样慢慢乘 会变成x square-xy加xy-y square 然后你看你的这个 -xy加xy就没有变成x square-y square 因为他x加yx-y 会变成x square-y square 这一刻一定要认的一种caten呢 就是 玩平方差公式 就是x加y乘x-y等于x square-y square 这个这个是你一定要把它记上来的 然后这边这样乘 加x square-2xy 所以我的这个x square加x square 变成2x square 然后 -y square-2xy 就是这样 ok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好 好 所以在这里 所以这个bob mask呢 它是bracket order 我还以为是 order order order是前到后 原来是order 然后division multiplication addition substration 这样 ok order就是从前到后 这样去啊 ok 然后这个distributive law呢 这个我们在那个form 1 chapter 1的时候 就有学这个distributive law ok distributive law的话呢 就是这样 乘 乘 ab 加ac 乘 乘 ab -ac 这样 ok 好 接着我们在这边还要solve problem so example 4这边的时候呢 他说 buan maria 有1个carpet 它的长是3r-2 然后宽是r加1 这样直接长乘宽而已啦 就是这样在这边我们就长乘宽而已啊 就是 呃 题目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通常都会自己画出来 长方形 那这个是3r-2 这个是r加1 so area的话就直接长乘宽咯 就3r-2 乘r加1 然后这边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它变成3r2加3r-2r-2 所以它变成3r2加r-2 这样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 5 ok example 5这边呢 它这个应用题 它说它有50块的零用钱 for这么多天 每天它花这么多钱的来买咖啡 和这么多钱的来买be the boost 然后它剩下多少钱 ok好 来 这一种题目呢 ok 我会跟我的学生说 你不会做的话呢 你就随便放一个号码 哦我50块 给它花5天 然后咖啡2块钱 然后 me the boost 是5块钱 然后这样我每天花多少钱呢 我每天花了这2加5 等于7 每天花7块钱 然后我用5天 7乘5 我用35 然后我剩下多少钱 我剩下的是50-35 65块钱 可是如果我要把它全部写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我是怎样呢 就是说呃我这边是这一个嘛 这个是乘了 然后这个是先加上来 然后再乘 然后再降 所以我要把它全部加上来 写写上来 就是50 减掉 5天 然后 2块钱加5块钱 等下我改一下那个题目 这一边他这个是2块加5块啊 我我不要5块啊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我给他6块 8 5 4 6块 所以你看啊 我就有2加6 每天花8块钱 然后他花5天 就5乘8 40块 然后我的50块减40块 我剩下的是10块 OK 就是说我在 你在做这种应用题的时候 当他的号码很复杂 就是分数小数他很复杂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那个 那个号码很大的时候 或者是像这种 你不懂要怎样做的时候 你就把它改 改成容易的号码 然后改成容易的号码 你懂怎样做之后 你再回来 所以你看这边我一行写完的时候 他是50 减掉 5乘以2加6 所以他变成50减掉5乘以8 50减掉40等于10 所以我知道是50减掉 y减8乘x-3加x加4 是一行 如果我用一行来做的话 如果我不要用一行来做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x-3乘x加4 我这样跟他乘进来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那个x-4 加4x-3x 然后再来-12 所以他变成 x-2 加x-12 然后他再乘 那个y-8 ok 他再乘y-8 乘2 所以我的这个等下x-2 x-2 不是乘 这个是加 这个是加 我弄错了 应该是加 x-3加x加4 x加x2x 然后-3加4 然后-3加4 就2x加1 所以他这一次就 y-8乘2x加1 我这边这样乘乘乘乘乘 所以他变成2xy 加y-16x-8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就是这样而已啊 然后到了最后他就会变成 50 减掉 这者的东西 ok 这者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 50-2xy-y 加16x加8 所以他就会变成 58-2xy-y加16x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变成50-y-8 然后x加x2x 然后4-3 1 然后他变成50- 这个 跟他沉进去 沉进去 你想象他有一个大的挂弧啊 然后2xy 加y-16x-8 然后他变成50-2xy-y加16x加8 58-2xy-y加16x就是这样 好 你看这个答案跟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做self-practice2.1 我们看课本给的答案 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做self-practice2.1 ok 好 self-practice2.1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知道这一个 的长度 ok 他是 a加2 然后 这个的高度 ok 这个的高度 是 那个 a加1 所以他的这一个 area呢 会是等于 a加2 乘 a加1 然后我要清色这一边而已啊 所以他的这一边的这个长度呢 ok 他是 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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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他的高度呢 在这一边 这一个的高度 他也是 4x-3 4x-3 所以他的area呢 会是等于 4x-3 乘 4x-3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他叫我们expand the fooling algebra expression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 直接这样 乘 乘 3x 加6 乘 乘 32x-12 乘 乘 2a加10 乘 乘 6p square 减8p 乘 乘 ok 这一边呢 这一个他可以约2 然后这个是4 ok 我不要这样做 我这一边我的-rp 8x-2s 那这一边我的约2 然后4 -rp 8x-8 然后他就--8x-8 ok 所以他是--rx-4 加r 乘 乘 乘 -2p r加r pq 然后 再来我们再继续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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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6g加8g square h ok 好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这一边叫乘乘乘乘 所以它这个变成2x square加2a加a加2 所以a square加3a加2 乘乘乘乘 x square加4x减5x减20 然后x square减x减20 然后10减2m加5m减m square 然后它变成10加3m减m square 好接着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431212p square减3p减8p加2 所以它变成12p square减11p加2 ok 然后接着我这个乘乘乘乘 12r square减3r减8r加2 12r square减6r square减6rs减3s square 所以是8r square减2rs减3s square 好接着g的这个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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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这个呢 呃我们就会变成了那个2366d square d square 然后他这个分母是2 1其实是2x2 ok 然后他这一边就会变成6d square -5x2bd 加v squarex4 你不会的话呢 你直接用计算机 -1-3x2 然后他变成-5x2 这样就更简单了 -5x2 好 来 接着r-3s2 他变成r-3s 乘r-3s 这个乘乘乘乘 然后他变成r2-3rs-3rs加9s2 所以我就r2-6rs加9s2 ok 好 然后 但是事实上厉害的学生他看到这种题目 他可以直接出答案了 前平方后平方 236-6rs 在中央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所以像这一题 我可以变成16e square -24e加9 ok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我的4e-3 乘4e-3 乘4e-3 这个这样乘乘乘乘乘 它就变成16e square -12e-12e 加9 ok 所以他变成16e square -24e加9 好 就是这样 g的这一题呢 其实这个是我的这个是2d乘3d 他就变成这个6d square 我的2d 乘-12b 然后我在这边 越越 他就会变成这个-bd 在中间 然后我的-12b 乘3d的时候 他就-12x3 -302bd在这边 然后最后的那一个是 -12b 乘-12b -12b -加12x12x12x14 然后b square plus 4 就是这个 ok 然后bd bd英文字母的部分一样 所以他是-1 这个是1 -1-302 -1-302 -32x2-52 ok 然后他就变成-52bd 加b square plus 4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题这一边 那这一个就这样而已 所以它会变成5b加3加12b减4a 然后我这一边呢 它就会变成了3加17b减4a OK就17b减4a加3 那你你把它写成那一个17b减4a加3 也是可以的 那顺序换掉一点不用紧 然后b的这一题 我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它变成342 12m减3515 3乘减5减15 mm减286 m减2mm 12减16 它变成减4m 减17mm c的 它的这一个h减j的square呢 它会变成了hsquare减2hj加jsquare 减6hsquare 326 减加减6hsquare 减减加加6hj 所以hsquare减6 6-5hsq 6-2 4hj加jsq ok 然后我的这个h-j的square呢 它其实是h-j乘h-j 然后我们这一边这样跟它乘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h-j 你能够像我这样直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的来做的话 你会比较快 你不会的话呢 就步骤会更长 ok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这一个放下去的时候 你要造写 然后旁边的也要造写 然后expand 然后不有旁边的 所以它它就会长很多哦 所以你想象一下我的这个C的这个哦 我在用呃 那一个就是说呃 另一种方法来做的话呢 给你们看 我们就有h-j乘h-j 这个直接减 减6hsq 加6hj 然后我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它变成hsq h-hj-hj 加6hsq 加6hsq hsq -6hsq -5hsq 6-1-1 然后加4hsq 加6hsq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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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其实只是差一个步骤哦 哈哈哈哈 啊 啊 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好 x加y乘x-y 其实是x-y ok 但是我当作我不懂是x-y 他这个是x乘x-x2 减-xy 然后再加xy 然后再减y2 加2x2 然后加4xy 所以x2加x2 然后他变成3x2 然后你看这个减这个其实没有了 是x2-y2 平方差公式x加y乘x-y 这样 然后 3x2 然后-y2 加4xy 就是这样 好 接着这个来我们找他的area so这个长跟宽都一样 这边也是2p-3 所以他的area呢是2p-3乘2p-3 他的area是2p-3乘2p-3 其实他是2p-3的square啊 我直接知道他是4p square-432p加9 ok 因为他这个我可以把它想象成 他这个是那个2p-3的square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2p的square4p-3的square 是92乘24432-12在中间 236622-12在中间 ok 然后我们在这边我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所以他变成4p square-6p-6p加9 然后我们知道area of三角形 他是1分之1乘base乘h 所以我的这个area是2分之1乘3y-2 乘y-1 ok 然后我这边这个这样乘乘乘乘 想象我还有一个大挂弧的存在 所以他会变成2分之1 然后3y square-3y 减2y加1 然后2分之1 3y square-5y加1 这样 3x2y square-5x2y加1 好 诶 等下 在这边我这个弄错了 减2乘这个 他会变成加2 加2 ok 然后 我再跟这个乘进去 他就会变成3分2y square-5分2y加1 3分2y square-5分2y加1 好 这一边的这一个 他的area是5x加2乘2x-3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10x square-15x加4x-6 10x square-11x-6 然后这一个的area of trapezium呢 我们知道他是1分2 上加下乘高 这个是我的上 这个是我的下 这个是我的高 所以我的这个的area是1分2 w加3加4w-2 所以他这边是5w加1乘w 所以他变成5w square加w 这样 他没有单位 我们就不用写单位啊 ok 事实上在做这一课的应用题的时候 我是不建议你们写单位的 ok 做到最后才来写单位会比较安全 ok 好 我们看第六题他是应用题的 hadilla 两岁 younger than kaii kaii的爸爸是 hadilla 的square kaii是p6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kaii是p6 kaii kaii是w kaii是kaii kaii是什么?p kaii他比他小两岁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个呢 他是p-2 kaii的爸爸是square of 客戏的年龄 所以哈迪拉的年龄是什么东西呢 哈迪拉的年龄是 这个是p-2 然后这个是square 所以他这个是p-2的square 然后他要找他们三个加起来是多少岁 所以p加p-2加p-2的square OK p-2的square 然后p加p-2加p-4p加4 OK同样的我的p-2的square 变成p-2乘p-2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嘛 然后他是p-2p-2p-2p加4 然后p-4p加4啊 所以他变成p-2p加2 OK 我的 是这个是这样称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这样啊 OK 然后可以在这边最后的时候挂图上来 单位 接着我们看T气体 The tabletop is a rectangular shape 他讲Rectangular的时候我就把它画出来 Rectangular 然后 Not cover The section of table that not cover with the glass 是这样 Determine the area of tabletop that is not covered in the form of algebra expression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这样 看他的Length是多少 Length呢 我们 我们只好assume Same length with table OK Same length with table 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一边他cover的部分是这么多 这个是他cover的部分 这个是cover 所以not cover的地方是在这一边 not cover的宽呢 这个它的vif是x-3 这一边 这一个是 那一个 什么 x-3 OK x加2是这整个 那这一边为止 好 所以我的area for not cover呢 area for not cover 是长是5x-2 宽是x-3 所以他变成5x2-15x-2x加6 所以他变成5x2-17x加6 那答案他的单位是meter 所以我这边放meter square 我到了最后才来写答案 OK 我不要在过程中写答案 OK 5x2-17x加6 后面作业提供的答案也是一样嘛 OK 就是5x2-17x加6 对了 第八题这一边呢 他要我们找lm的长度 in term of y OK 这一个东西呢 他是属于pythrope's theorem 我们在pythrope's theorem 他讲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我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OK我在form1 chapter13的时候 pythrope's theorem 有一个长三角形 这个是长的 这个是short的 这个是banded的 pythrope's讲什么呢 他讲我长的square 就是等于short的square加banded的square 然后我要找short的square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搬过去 所以他就会变成长的square-banded的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lm的square 会是等于7y-3的square 减掉4y-1的square 所以他这个呢 就会变成了 49y-42y-9 16y-8y-1 然后他变成49y-42y-9 所以它就会变成49y-16y-2y-6y-8y-1 OK 好 这个是一种revision的那种 这个 OK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 所以49-16,33y²-42,8-34y,9-1,8 OK,所以在这边,我的lm,我的square反过去变成square root 所以我的lm会是等于那个square root of 33y²-34y加8 就是这样 OK 我刚刚的那个7y-3的square跟4y-1的square 我的7y-3的square 它是7y-3乘7y-3 我是直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但是你不会的话呢 你就慢慢的这样乘乘乘乘乘 然后77-49,49y²-21y-21y 然后再加9 所以它变成49y²-42y加9 然后我的这个4y-1的square 它是4y-1乘4y-1 然后这个这样乘乘乘乘乘 呃,44-16,16y²-4y-4y加1 16y²-8y加1 嗯,就是这样 所以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 OK 其实是在这一边就变出来的 然后我的这一个 是这一边这个这样变出来的 好 就是这样了 OK 所以这一个做完了 然后接着就2.2 2.2的我另外一个影片再来咯